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在刚刚我们谈到这个福道五十壮士 真的是非常的英勇 但是现在也已经传出有人受伤了 那你面对这样子一个伤势 接下来他们可能要如何来处理跟应变 这个部分也许王主任你可以来补充 从你的专业角度来谈 那就台湾的民众来讲 其实现在当然是不用恐慌 但是您从专业来说 我们其实应该要怎么样来自我保护 如果说这个这三个勇士 如果将来要面对的 可能最主要的问题是 整个造血系统通通崩溃了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 都是有一定的生命周期 就是一直一直破坏掉 然后我们的骨髓是在生长新的 偏偏这个骨髓又是对辐射最敏感的地方 所以如果像这三个 看起来应该是 造血系统已经受到影响 那以现在要做的事 大概就是这三个人 大概以后就是要做骨髓移植 让这一个人他本身有新的骨髓 可以制造这一些血液的成分 让他恢复正常的生活 不过宣解条件要 他是不是能够度过这一个时间 因为其实在日本以前在那个产生的这个 也类似这个意外的事情 做了骨髓移植 做了肌带血移植 不过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挽为生命 其实在成后比事件发生了以后 苏联也是不太希望外面的人知道这个事 也不要外面的人帮忙 最后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让美国的骨髓移植的专家 过去帮忙 因为这是最后的一个救命的方法 当然有效没效不知道 不过这是目前唯一 可以让这个人不要晚生的方法 对所以我们才讲 就是说其实如果救我们一般人 我们不是要接触到这些物质的话 放射性的这个物质的话 就是在家里面自我保护 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其实如果我们知道 某一个地方是一个 会有肤色的地方 我们要秉持三个肤色防护的原则 第一个就是时间 时间越短 你接受的肤色当然越少 第二个距离 距离要拉长 所以我们常常在骂小孩子说 电视不要那么近 其实怕他近视 其实另外一个辐射可以见底 也就是说不要去站在微波乳旁边 也是同样的原理 距离平翻成环比 第三个就是屏蔽 各位你去做X关检查的时候 他叫你胸部拓射 你没有看到我们的居宿同仁 是不是自己已经去 走到一个地方后面 那个就是屏蔽 第三个就是 如果有这个辐射事件发生的时候 其实在环子里面是最好的屏蔽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三个原则 时间屏蔽跟距离 这三个距离把握了 你就能够让辐射的量降到最低 好 那刚刚其实王主任有讲到 就说那美军他们其实在这次 自我保护的 其实好像看起来是真的非常的周延 靖平因为我们看到 他们其实在这个距离上面 他们的这个标准 他们的这个范围 就比日本的这个标准 要来的大了许多 好这一点你可以来解释一下 那同时现在目前美军的这个做法呢 那他们现在是不是都纷纷走壁呢 是这样吗 他们在美军这方面 他们做的比较严密 就正如王主任刚刚讲的 我们从这一张图片 我来跟大家解释说 之前雷根号航母他在救灾的时候 他到了那个福岛那个核电厂 他周围的范围 他就发现他的那个舰上有 还有还有舰载直升机 有少量的那个微量的辐射的感染 所以他当时就下就是下令 撤到那个福岛核电厂 东北方的330公里以外 那避免说 笼罩在他的辐射云之下 那继雷根号的航母 他已经撤离在日本的那个本土外海之后 那第二艘的就是美军在横须贺军港 他有一个那个 就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他现在呢 他礼拜一 这个礼拜一 他已经也离开这个 横须贺军港了 他现在也离开到这个 目前是暂时在外海上 但是推测呢 就像这边所提到的说 他有可能 会回到美国圣地雅各 因为他现在就是说 美国政府担心说 因为风向一度可能说改变会南下 南下的情况 他可能会造成说 东京以南的这个后幕基地啊 跟那个横须贺基地 他可能这个过去十几天的来 就是十几天以来 那个辐射的污染的量 可能就是 会达到那个总和 就十几天以来的总和 所以他现在担心这个状况说 有可能他现在除了 一方面他做了一个措施就是 发放给这边从青森县 从北到南的所有的美军官兵 跟眷属 还有他这边侨民 他的那个点画甲KI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点片之外 他一方面他是给他们 但是他们是说 美国军方是强调说 这是预防用的 不是给他们立即服用 那他们现在最主要的措施 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离开 这个尽可能那样的一个范围 就像日本他把福岛核电厂 划定为一个30公里 但是美军他是认为 要应该到80公里 而且我从这边30的基地 跟大家讲说 原本青森县 他现在美军 以这个为地区为救灾指挥中心 他这边有一个美军的 第35 他的一个联队的 14中队 他现在大概20架的F-16战斗机 已经移到南韩 转进到那个地方去 一方面他怕他的高科技的装备 军事装备 曝露在那个辐射层之下 一方面他觉得说 减少他的其他不避免 就是没有执行 救灾任务的兵力需求 那再往这边看 就是说还有福岛线这边 美军他不只是原先的80公里 他甚至像王主任刚刚提到的 50MAR已经达到90几公里了 他的标准是比较 比较严的 不像日本比较定的比较宽 他的状况就是说 比较他怕说 他像因为我刚讲 他那个就是航母 为什么那么 他那么担心 因为一艘航母加高达45亿美金 1328亿元台币 所以美国人他会怕说 他的军事装备都那么贵 他们避免说无限期曝露在这个 辐射可能污染的那个状况 辐射量之下 所以尽可能离开 尽可能不要接触到 好那观众朋友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带您来看 在今天的晚报最新消息